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直信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 開戶立本 華禁二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市直擊 大家可以繼續留言 在Facebook、YouTube 和這節都是可以聽電話的 大家可以打來 2線31083399 剛才講過市場 早段一度好一點 一度升上300點 現在縮集升幅 現在來到接近半日市 恆生指數正在升241點 24234點 回到開市位的水平 看看恆子日線圖 上映線也算是十字星的形態 如果看過即市的五分鐘圖 早段充高完 似乎還原基本步 近一個開市位 又是很窄幅上落的情況 現在的成交壓榜上的股份 美團升得強一點 升4% 華陽電力升7% 今天比較強的板法 都是電力股份 水泥 又是炒幾建 炒國家支持 看到上榜的 有隻華陽電力836 就升7% 現在都繼續是一個破頂的形勢 這個位置 今天都有問過這隻 或者這一期都是 因為這隻是走得最先的一隻 也都是特別的強勁 強到這樣的位置 其實都不建議現在去 這個位置衝進去 反而有些其他的 我們都有去說 有些剛剛起動的 有隻農園電力916 現在最接近的參考的 關注的位置就是 17.88 前幾天 12月9日大升那天的收市位 如果今天可以 收得到突破那一天 都是一個繼續換門向上的 一個利好的形勢 17.88 現在就已經18.02 如果說看 現在 之前說說一些 部署操作 這裡應該是有一個 15元的一個 大一點的大底 這幾個月的大底 現在如果你說 再想擺高一個 短線的紙賺紙攝位 可以參考17.88 就是星期五 整個板充完之後 都有一些短線的沽銀 那天就是收17.88 可以有一個短線的參考價值 這個板塊都是應該 上個星期 或者其實應該一直以來 但特別在上個星期 市場都不太好的時候 這個板塊都是繼續延續的強勢 很多觀眾都在問 大家如果是要入 我想很多都已經入了 現在都是繼續拿著它 另一個 今天就比較受市場關注的消息 就是 這個 雙湯上市的情況 路透就引述消息人士說 被美國列入投資黑名單之後 雙湯科技今天就公佈暫停在香港的IPO 會更新它招股說明書裡面的風險因素 以重新啟動IPO的流程 彭博也有一些消息就說 雙湯就跟顧問合作 更新在香港IPO的招股說明書 以推進計劃中的上市 現在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 不過IPO就可能面臨進一步的推遲 現在的說法就應該是會暫停 但也不是撤回這個計劃 應該是想修改一下 那個招股書的內容之後 都應該會是想繼續去推進的 關於港交所的情況 就應該未必說 受單一一家公司上不到的影響 你現在呢 就是中美這樣的情況 繼續就憧憬 接下來有很多很多的中概股 陸陸陸續續大大小小的來香港 今天都有些港交所相關的消息 就是它有關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即SPAC的諮詢結果 有機會在聖誕節前公佈 預計最快明年一月就會實行 都是一些利好消息 連日都強的了 港交所看著475 可不可以 其實今天是嘗試突破 我就暫時上不到去住 因為市都是 整個大市來講 你現在都是升近二百多點 就是剛才看過 都… 即這半年的區間 就大約在23,700至26,300左右 大約是23,700至26,300 那這裡呢 都… 基本上就是在這些區間裏面 就非常窄幅地上落 我想來到年底 大家應該都… 沒有甚麼特別有很大的期望 或者很多的動作住 這個時候就… 剛才說電力股份 都是今天一個強的板塊 除了一隻華潤電力之外 還有一隻中國電力 就是前排配股 配股之後之間也都很強的 破了頂 已經衝到上來的中國電力 也都是… 今天都繼續是升的 那… 現在就不算… 它相對上的升幅就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強勁 但是都是… 可以… 如果之前一直持續 那…都是應該繼續可以持續 那… 最近又是可以參考回 最短線的就是昨天的收市位 4.74 做一個… 最短最短最短的一個 一個的防守位 那…今天… 我想… 這個… 現在來講呢 應該就… 都比較… 淡靜一點 其實整個… 這一期呢 整個市的氣氛都比較淡靜一點 那… 今天的成交只有7、8、38億而已 那… 都幾… 其實就幾窄幅上落的 那… 異動的股份就暫時就… 不是說很多 那… 今天講過有一個… 起動的板塊就是水泥股份 那…看看現在最新的情況 那… 914海螺水泥就升近6%的 那… 都… 重上回個50天線 那… 看看好不可以真… 真是借著這些… 是不是真是借著這些… 啊… 開始又炒回基建 這樣是上得回禮了 那… 我們就… 待會看看大家的問題 那… 大家都是可以留言的 那…我們不如早一點去廣告先 稍後看看行指中不收成怎樣 稍後見 好 回來節目時間了 那… 今天呢 其實… 即是市場其實沒什麼看 那… 即是沒什麼波動 那… 那… 看下大家的留言 早一點回答一下問題 那… Fionn就說… 哎呀… 按走了 那… Fionn就說… 3898 那… 那… 市場電器 他就… 還有751 想看看好不好買的 那… 3898 即… 沒什麼波動 那… 現在到… 我想呢 你可以看著 它… 那… 44.6 這一期就跌到… 這個… 44.6 那… 你可以看一下 它什麼時候可以… 起動的 起動到呢 就是一個… 看著47 47 如果上得到 就是… 為之一個的起動 那… 你就看著… 看著這個位置 那… 你可以設定 你通知 即是看到已… 突破到47 再收賣 這樣就… 又是視為一個的 買入訊號 751 751這個… 它現在呢 其實沒算超賣的 但你看到 哇… 這樣幾棍這樣上來呢 我就不太想在這個位置 那麼… 6.4 7是下個關口 其實現在近這個位置 那麼… 其中… 即我現在的其中一個… 的… 的… 規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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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規律 就是… 近了你就不要進了 那麼… 你可以… 最好就是… 就是… 如果有一個回落的機會才進了 那麼… 沒有就… 沒有就沒有了 因為… 你真的看起動的位置 你就… 除非在那一刻… 上來那一刻見到這樣 如果不是就… 找回一些… 不是… 找回一些好一點的位置的股份才進了 JT是1310… 1310… 1310… 9.4… 有貨的 那麼我想看看… 現在是9.95 那麼想看看… 目標和支持… 首先呢 這裡每個11月到現在算是一個橫行区間 9.95 現在到了 你看看可不可以破得到上去 因為現在… 又是剛才那些… 就是你看了區間的話 其實現在到了 看看可不可以突破了 這裡就看… 可以看9.7號一組防守 即是今天的開市位 其實它就… 不是很大動動 還有基本上呢 這一隻我想… 雖然我不是很建議… 未必會特別去建議買股票收息 因為很多的股份… 因為股票其實是… 傾…我就會傾向選一些比較增長 你…其實會增長的股份 你看價升就不是說自在收息 但如果是你說收息的股份來說 其實這一隻都是… 不錯的選擇 不過波動就大一點 因為你看19年其實高… 去到14都見過 但這期就變回低位 現在在比較低的水平 還有如果現價的收息率都高 不過如果你是看短線的話 其實你不穿9.7號一就可以拿著 即是今天的開市位 1799 顏敏 它說有貨 那什麼位置止洩好呢 20個月有貨 現在16.7 止洩位其實應該是19.08 這裏 10月的低位其實就穿了 如果是看這裏穿了 再看下去就是16.24 亦都穿了 穿過只是暫時初步站穩 來到現在 這個月頭 你就可以看15.7號二 不如現在15.7號二做指示位 初步開始就穿穩 不過情況都不是很樂觀著 現在光復這個板塊 不是太熱炒 你看看都是光復的上游的3800 或者是3134 裡面的A股 那些股份才是比較龍頭 那它又硬成掉 那都是 很多時候那個情況就是 熱炒的時候 小的那些是升得更厲害的 但是你真的叫做潮退的時候 大隻那些會是硬成一點 現在都是這個情況 所以1799你就看著剛才的那些位置 Marco 有一隻1157中聯重科 那這期就炒起基建上來 就開始降準 放水開始 那也都是有這個 有憧憬 中央應該又要加大去刺激一下 那開始提及一些基建方面的炒作 那前陣子的中資大行就唱好一些水泥 玻璃等等的股份 說它們估值低 那中聯重科其實都是滾了很久了 那Marco就6.93有貨 好沒有溝貨呢 那又真是可以想一想的 那今天就升得比較多一些 9% 如果現在來計它現價的市盈 就非常之低 低於5倍的 就唯一要擔心的就是 走勢就要小心一點 這個月線圖就跌穿50月線 月線圖下的前底就去到4.5毫 那暫時其實去到 等於去到這個 去到月線圖一個前底 這樣初步一下 站穩一下 那這一輪呢 橫行了兩個月之後 就開始有突破 突破5.5毫9 5.5毫9 可以加的 但是呢 加完之後呢 你就看回 向下看一些防守好一點 4.9毫 那我會這樣做 4.9毫做止攝位 因為你橫行了整個幾月 的橫行底 如果都穿 其實你再繼續破底下去 就可以非常之恐怖 雖然它現在的股值 就PE不夠5倍 就真的非常之低 那連同其他的 水泥股份 建材類 其實這一期 開始跌到都近一點 重要的底 有些的起動 你可以搏去建底 但是搏不到就走好一點 如果你上一次買的位 就應該是 6.9毫 上一次買的位 其實那個防守 可以放6.3毫 不過現在如果你混購貨 那個價 就應該是 6頭左右 這樣就可以的 不過如果它再破下去 就真的想想 會不會是 你起碼先減一主線 減了你現在 搏建底的主線 如果再破下去的話 那麼 Angel 2382 現在就出了 那個手機鏡頭方面的數據 信譽 那Angel 2382 它已經有貨了 那4 多少錢有貨 240元有貨 那要不要 都是 要不要 走先 不斷先 不斷先 要不要 它就出完那個 出貨數據 今天低開了 因為手機鏡頭出貨量同比下降4% 1.224億件 但是它出完這個數據之後 其實看到幾間大行都 調高它的評級 都是說跑型行業評級 維持 還有南向資金是加創的 前幾天 不是今天 但是今天起碼還是低開高走 還是 就是 就是由10月到現在 那你拉到條線出來的 就在 在這個上升的那裏 所以 284有貨的話 其實現在241 其實是跟晚入價是差不多 你放回防守位 就可以放28.4 這些位的意義就是 其實它只要不穿28.4 都是正常的波動 甚至不叫做調整 正常的波動 只是波動 所以就 不穿這個位置 可以不用理它 1811 1811 中港核生能源 Angel有貨上網多少 7.28 現在7.56 這隻其實都 如果你說純粹 因為這一期這一堆 我都是看得比較 多是資金 湧上這些板塊 甚至是 可以想短線都可以 開始 突破6.99 其實你是 如果今天想入的 即有些836 或者中國電力那些 升到爆棚 就不要入那些了 這隻其實都是其中一隻 可以想做 叫做短線追Momentum的操作 的選擇之一 6.99突破之後 下個關就 7.82 其實都應該 7.82 接著都是看 看10月 8.7 那裡就是 你最重要就是 向下那個 怎樣為之 即調頭就要走 那怎樣為之調頭呢 就是看 6.41 即是不穿6.41 就沒事 這樣就可以拿著 上網看破頂 Fionn就有一隻 Fionn就有一隻1760 未入的 1760 赤英行科技和838 這些都是近期很小 又很爆升的股份 今天它低位有承接的 但是 這個情況 已經連升了兩日 我想我就不太想在這些位置入 就算再升也好 益和 益和你反而可以看看的 但是都要小心一點 你看到走勢就知道 即是只有30億市值 然後你看到走勢就知道 即是波動到不得了 那你就一個8.82做指示位 都是上網看著兩個3.9 那這些真是 最緊要擺放好防守 那好了 那我們看看是否有電話 是有Ken的 Hello Ken 你好 Hello Ken Hello William 你好 我今早買了一些763 763 哇 今天就想動 但是動得來又不是很破到上去 這裏應該23.25元 似乎 就是差不多這些位買 我想看看看著多少 即是想看看是否突破 如果它收到23.25元才是突破的 那這裏去到50天線有少少掉頭 其實未突破到阻力 因為今天最高就是23.25元 你如果今天收得到23.25元以上 就可以看到去26.9元 但是現在是未得住的 它現在暫時還 暫時還 暫時還在下降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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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突破到這個 等我畫好一點 這裏 至少突破到這裏 這個區 這樣才可以起動 不過你先拿著 你如果進入了的話 但就未算是可以突破到的 好啊 好啊 是啊 好啊 還有什麼 好啊 謝謝你 好啊 謝謝你 好啊 謝謝你 拜拜 好啊 拜拜 好啊 拜拜 好啊 現在 今天中興又是在炒5G的消息 關於它的一個商業法進程有望加速 因為今天他們的中興的管理層 有出來去講話 唱好自己公司 為行業駐入5G之心 有少少的炒一炒 還有它上個禮拜 10月9日10日 是有北向資金加創的 上個禮拜尾就說 北向資金很厲害 流入A股市場 中興也是有北向資金加創的 然後看看 3 5 4 9 9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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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9 5 6 9 4 6 9 5 6 是不是 9 5 6 9 5 6 又是這隻前幾天開始動的 5.8喉果突破了之後 基本上又是 逐關體 首先 6.7 接著都應該是看破定 916 916 剛才看過 這幾天都是這樣 上網都看過幾個位置 都是拿著它 3 5 4 3 5 4 中國軟件 Winky說 那什麼位置入 這個 入就不要入了 現在有貨 應該是要擔心一下 如果有貨 你就看著11個8做 第一站的一個防守位 現在 如果11個8出賣 其實就是 11個6 11個6 就是半年的大底 情況都不太樂觀 我想你沒有貨 就不要入了 還有很多新能源股份 大家都很好 大家的選擇 有時找到一些可能 起動的 208 是不是 Fanny說 208 什麼位置入 好呢 JoJo 就 11個3有貨 好嗎 追落後 再加 現在 11個3有 17個3有貨 現在17.52 跟你買入價 又差不多 那你不如看 12月9號那頂 剛才有些 譬如916 其實它就開始破 12月9號 這個 那個 最近的 短線的前頂 2208 其實就 還沒有 但是都預備了 你可以 如果 站穩 17.68 以上 就買 或者加 買同家 都是這樣做 那個 指洩位 就擺16.64 那應該就 其實應該就破 的機會都 很大的 跟著 2338 2338 這期又是炒重卡 和 都輕能 是一個關注的板塊 它都有份 2338 又 好不好入呢 它 我想你又是可以 設定 它似乎 應該會是 做著 見底款 但是如果 出了 突破的買入訊號 會比較 好些 16.36 你可以 多看 因為 如果 前天 這樣打音下來 今天其實只是收好 今天 還未 夠 力 你就看著 16.36 如果收了這裏 以上 你就買了 那你就可以擺 昨天的 前收市位 15.5 做短線的防守位 因為大底太遠了 12元 那裏 15.5 你這裏 放短線防守 等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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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裏 如果它之後再上 就應該可以這樣做到 一個上升軌出來 假設之後再破到這裏 即是 明天這樣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位 這個位不專 其實就還是一個上升軌 所以就 OK 可以 預備定 買的 等它破賣上去 就更加好 那 現在 半日市 剛才都是差不多情況 其實大市 真的維持在開市位附近 那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裏 待會下午 3點45分 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